湖南卫视 对了 这个节目叫声林奇境 现在正火呀 特别的红 是 我来过一次了 然后今天又来了 带着我 本来这次其实时间特别的紧 因为工作量特别的大 说像是我们两个的主业 干别的呢 我们老是以学生的状态 在里边待着 确实是这样 都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说这段时间很忙 其实来不了 然后咱们编导 跑到北京找我们去 说了好多 会有凯叔 海涛 孟晨 各路老师都说了 我说真是没有时间来不了 后来他跟我说钱 我说可以去 里儿不歪笑不来 这就是说像是的特点 这么多年来 是您各位支持 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还是说像是的小学生 我叫郭德纲 很客气 不用介绍 不用介绍 您不用介绍 您往我这比喻一下干嘛 因为大家都认识您 大家都熟 千儿哥今年 我49 我问你多少斤 您早说呀 也行 49也行 我说岁数 这是一个年轻半百的老人了 说得太快了 黄土都到了脚脖子了 看从哪埋的了 反着埋的 希望您多活些年 谢谢您吧 我们能多活些年为的什么呀 不是说贪生怕死不是 那是 那是 是为了多给您说些年相声 我们也喜欢说像 80 90还能上台 多开心呢 这八九十岁 可就是不年轻了 真到一百岁 还能说像是多幸福 百岁像是演员 还没有呢 一百二 或 一百三 哎呀 一百四 好家伙 这位野心够大 一百四还上台说像 如果我要是一百四十岁了 我要从那走到这儿 我不得走四十分钟啊 那观众也有个原谅 多大岁数了 站在这儿 我得喘半天呢 能站直了就不错 谢谢大家 客气 我是那个说像上的小学生 还小学生 我叫郭德纲 是 给你们说像是好开心呢 高兴啊 哎呀 谢谢 感谢大家啊 来介绍一下于老师 哎呦 我就我也来了 在这个盒子里面 我怎么在盒子里了 我 今天这场演出 就是纪念于老师 去世一百周年 那我头几年就死了 来于老师 跟大家见个面吧 我这还怎么见面啊 我把这盖就得打开 哦 要举起来 但是我不能把你举起来 为什么呢 我一百四十岁了 估计我得有点怕金森 就是哆嗦 你会哆嗦 那哆嗦怎么办啊 那个来于老师 好笑 而且你这一盒也装不了多少 我这一盒没多少 我跟您演不了几场啊 这怎么办呢 你会影响我的收入 玩笑说玩笑 希望于老师健康长寿 哎呦 谢谢你 是不是 咱们多活作些年啊 哎 多说像的 也谢谢所有朋友们 对我们的鼓励 哎 很高兴来到了 身临其境的舞台上 希望我们的节目 收视长虎 谢谢各位